嗨,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這個荔枝在美國的Podcast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Alvina 我們請她自我介紹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Alvina 我現在是一個心理諮商師 然後我在2018年的秋天來到Malwaukee 然後就是念心理諮商研究所 然後我在五月的時候畢業 好,歡迎收聽我們今天的Podcast 好,謝謝 我問你Radio去那個地方感覺很酷 不去哪裡 就是你去看比賽,然後就是跟你朋友啊 嗯 我不知道,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你不是看那個公司 Vegabond是一家餐廳 那在哪啊 就在那個你知道Red Arrow Park嗎 可以滑冰的那個 就是有Starbucks的那一家 哦,在那邊喔 然後那邊附近就是有很多 右邊啊 右邊有很多小巷子 然後有一條進去 哦,是喔 對,那一家不錯 沒想到竟然那邊有 下次可以找同學一起去那一家 那一家東西不貴 嗯,我覺得還不錯 嗯 好,我們今天又回到這個 UWM的學長姐經驗談 然後我們今天有來賓 Alvina 耶 嗨,你好,我是Alvina 對,然後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跟 因為Alvina在這邊念Counseling 然後想跟她聊一下說 這個她 念書期間的一些 大小事 所以那時候就是 你來美國的時候是 嗯 美國算是 你來念書已經不算是你第一次來對不對 不是,我2014年的時候來過Wisconsin 當交換學生一個學期 然後那個時候的學校也是UWM系統的學校 所以那時候申請研究所的時候 就有想說 好吧,那就再 因為以前在UWM System 就是熟悉過 所以再回來應該 就比較沒有那麼困難 然後Wisconsin就是還 因為那時候我 我是秋季在 秋季到 就秋季到 就秋季所以有經過冬天 就覺得那應該 適應上應該不會那麼困難 嗯 然後有一些朋友也在這邊 那你最開始來的時候 是因為你們學校跟 就是美國合作嗎 所以你才選 對,那時候大學 就是大學 那個姐妹校嘛 然後所以 就是選了 這個選 那個選 但不是在馬華裏 在一個小 小,很小的 town 叫做River Falls 大概就是 開車40分鐘可以到我們阿哥斯 的地方 哦,OK 所以感覺也是 算是你之前,先前來的那個經驗 然後讓你後面會選擇繼續留在 對,因為我那個經驗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收穫很多 然後我很 我很喜歡 那樣 就是在 就是 在 Being Independent I guess 就是對啊,所以 所以 就是想說 好,那就是要申請你也丟手 那 就 繼續待在美國 就繼續待在 學校的系統熟悉嘛 然後有一些朋友在這邊 哦哦哦 那你選 Miawaki的原因 Miawaki的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 學姐 Teresa 我的學姐是Teresa 然後她那時候 她就在Miawaki念Counseling 然後我在申請學校的時候 我就是問她 她覺得Miawaki是一個很不錯 可以 就是 學Counseling的地方 因為Miawaki的人口 很多 就是很Diverse 所以 對Counseling來講 是一個很不錯的學習經驗 然後 生活 生活費 那些上面 跟其他州相較比起來 也就是 相對便宜 因為她要申請另外一個學校在加州 在Saint Hose 哦 很 很貴的學校 就很貴 所以 結果後來就選Miawaki這樣子 然後 因為那種Teresa 學姐也在這嘛 所以就覺得 有一個人可以 照應 如果有問題 我也可以問她 對如果是我 我應該也會選這樣 就有認識人 對啊對啊 因為我如果再讀去Saint Hosep 真是沒有Fiberance的人 對啊 對 關於Teresa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 再按一下再去看 是不是 對 把她沖一下流量 呵呵呵呵 之後可能會再找Teresa再錄一集這樣 那你可以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Counseling系所 大概都在學什麼 然後課程那些 嗯 嗯 好啊 就是Counseling 我們 Wisconsin 因為好像大概在2017年的時候 就修改了關於就是Counseling方面的就是法規 所以 我學的東西跟Teresa學的東西有一點 就是幾乎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加了一些東西 因為她規定修改了 所以 我們的BA門檻是60個學分 嗯 然後加上700個小時的實習這樣子 然後 對 然後你幾乎 如果是Counseling的課程的話 你要B加以上的成績 喔 B加大概是什麼概念呢 在台灣應該是85分 85分 我覺得美國這個成績真的是 真的是還蠻 蠻硬的 嗯 就是因為台灣就是 80就是A嘛 或什麼4.0這樣 嗯 可是在美國80應該是B吧 還是B- B B對不對 還是B0 對 所以這個 B加我覺得也不是很容易 嗯 那時候對 我那時候看 入學的時候然後看了一下 就是 畢業門看就覺得 哇 就是B加是蠻硬的這樣 嗯 嗯 那時候皮繃得很緊 所以你們都上了一些什麼課啊 課程的話就是 有包含說 呃 諮商技巧啊 然後還有 呃 呃 怎麼樣 給個案 呃 就是評估個案的狀況這樣子 就是 你在諮商 然後諮商的過程中 你評估個案狀況 然後怎麼評估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呃 基本的就是心理學的 課程 就是學 心理學有哪些就是 學派 然後呃 它是怎麼樣運用在諮商的 技巧上面 然後還有 呃 然後諮詢啊 諮商 創傷的 有創傷經驗的個案 嗯 然後還有一些 比如說在在馬華西 呃 然後跟學生就是 教學的方式嗎 還是你們同學會互動的方式 比較 比較平常 基本上就是 看 看什麼課 比如說諮商技巧的課的話 那樣的課程的話 老師就會 前面可能 二十分鐘 講說今天大家要上什麼樣 然後 大家就會開始分組練習 然後要 比如說 一個人是個案 一個人是諮商師 然後就做那種羅配這樣子 哦 OK 所以感覺還是就是會 就是可能實際上 你們學到之後 然後會讓同學 去運用 嗯嗯 就同學逼死啊 就可能就是 不會找外面的人進來 不會不會 因為 不會 但是我沒有說 可以自己找就是 家人朋友練 就是練習那個技巧 但其實實際上就是 我覺得 真的學到最多的 還是到實習之後 因為 你練習 就是知道你自己在練習 那狀況 就是你知道在練習 所以你表現出來 就是可能 就是像演戲 可能如果你真的到 實習 真的是接觸歌啊 那些東西是沒有辦法 預期的那些東西 就是很真實 就是 學 就是 可能就是老師課程上面 就是 學不到 或是你當下 老師在教你的時候 你沒有想到的問題 嗯 比他科系多了 就是你要跟 你真的要跟同學 互動 對 然後就是真的是要 我一開始很緊張 就是因為就覺得 哇要 要講很多 你真的是口說 聽力跟口說 真的是 要用到很多 然後 你覺得剛來的時候 會吃力嗎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 有些孩子 東西會不太確定 或是 就是還要就是 問同學說 所以剛剛老師 他講的就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 遇到好同學 就蠻重要的 嗯 然後 一開始就是 比如說要做分組 也是蠻緊張 就是怕就是 沒有同學 願意跟我一起 就是那時候就是 就是要 對啊 你的同學幾乎都是 美國人嗎 我們系上 就是很 就是都 大部分都是美國人 就是在地人 對對對 我那一屆只有 我知道只有 我跟另外一個 韓國的 國際學生 然後但他也是在 美國大概蠻久的 哦 所以就是我們的系 就是就是蠻 就是很美 很美 就是沒有什麼 國際學生的 一個系 這樣 嗯 了解 那像你 你就是研究所 選擇Counciling 你覺得 你在台灣大學 期間的就是 念的系啊 或者是有什麼經歷 你覺得會 導致你選擇Counciling 我其實大學 不是念Counciling 或是心理 我就是大學 不是念心理直商 就是相關的科系 我大學是念就是 應用外語 念就是英文的 是因為我畢業之後 我到紐西蘭做了一年自公 然後那時候 我是在一個 就是 女生高級 就是女高的一個室舍裡面 去做 就是做法和親人這樣子 然後 剛好在那個地方 剛好在那邊的學生 就是你知道高中生嘛 那時候那個時期的高 就是小 就是 就高中生那個時期青春 其實都有一些就是問 就是一些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或者是就是 魔術這樣 霸凌霸凌啊 或者是就是 就是 剛好真的也是遇到一些 呃 就是學生他們就是 有一些創 創 創傷經驗 然後 或是一些家 就是家庭創傷 然後 然後自己本 本有的就是有一些 一些 比如說 ADHD那種的 所以感覺是 你 你看到 遇到的 對然後 剛剛他們都來跟我講 就是關於他們自己的一些事情 然後就覺得 好像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我想要幫助他們 可是我就不知道 應該要怎麼樣幫助他們 因為 我 對這些東西我一無所知 是嗎 但就是 所以就覺得 喔我好像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決定 然後知道 Teresa 我的學姐 就是也在念諮商這件事情 就是想 我就跟她問了一下 然後就決定說 喔我想 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念諮商是 聆聽算是一個最重要的那個 就是特質還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 就它算是 算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特質就是 你要就是願意去 聽去 去 就有耐性的去聽 別人說這件事情 嗯 了解 對啊我感覺 我感覺英文 英文系感覺算 比較基礎 因為基礎科學這樣 就是那個 然後感覺 就發展比較多 可能也許 你的那個什麼 因為下一個問題 就想要問你 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大學同學 他們都去幹嘛 我大學同學 出國人 他們 有些人出國就是念碩士 可能念碩士 可能就是比如說商業碩士 就是商業啊 氣管那方面的 然後有些人就是當空姐啊 然後 有些就是在外貿公司上班 就是 對 也有人當後來當老師 就是去考研究所當老師 也有 嗯 對感覺空服業蠻多 然後出國好像感覺也是外文系 比較長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出版業有嗎 有人去出版業 出版業 嗯 好像有人當 有人當翻譯 我不確定有沒有 但好像有人就是在 就是對翻譯有興趣 因為那時候 我們大學也是有上翻譯 這一塊 所以就是有些人 我覺得翻譯 也是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啊 服務業 像飯店啊 客服那種的 也有這樣子 嗯 OK 對 那這樣蠻廣的 那像你剛剛有提到實習啊 就是想說 請你分享一下實習的過程這樣子 就是 實習是一個必要的嗎 在 對實習是一定要 一定要實習 然後是就是 不給新的實習 通常就是 consulting的實習 就是不 就是不 不給新的 然後我們是 要自己找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 戲上會給你一些 就是 之前學生去實習的地方 然後 那你要自己去 你要自己去看你對哪一些 比如說你是對哪一個族群 或是哪一方面的諮商有興趣 然後你依照你的個人的就是 preference 然後去找 去找實習的地方 有點 其實就有點像一個小型的 就是job hunting的過程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 你一開始就是一定要準備你的 resume cover later那些的 嗯 然後 然後就是要去 reach out 那些地方 然後interview 然後 那算是自己投嗎 還是說有一個博覽會這樣 沒有就是你完全就是 E-mail或者是電話給你 然後你自己 E-mail或者是打趣味這樣子 OK 就沒有一個所謂的博覽會 就是 東西丟給你 嗯 就是魚乾丟給你 你自己去釣魚這樣子 直接釣魚 對 嗯 所以就是 就是我覺得這一個東西還 就是讓 這個過程就是讓我學到的一些東西 就是 你不要知道怎麼寫 resume 然後怎麼寫 cover later 然後你要知道怎麼去 reach out 一個 organization 或者是一個 agency 告訴他 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想要找實習這樣子 然後interview啊這些的 嗯 因為我知道有些 可能有些戲是 就是戲像直接幫你就是 排嘛 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不是我們 都要自己來 這樣其實我覺得不錯啊 就是因為 因為後面你找工作 也是要這樣自己找 對對對 所以有一個先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就是一開始你要就是 就是一開始比較辛苦這樣子 你要都要自己來 就是從零開始 沒有人沒有人幫你這樣子 嗯 所以就是 但我覺得就是 就是因為一開始很難 所以你就 就 就後來就比較輕鬆 然後你也知道 喔這樣大概應該怎麼做這樣子 嗯 對 然後實習的話就700個小時 嗯 總共分成三個學期 三堂 就是三堂 三堂課 就是 你不能 一個一個學期就把這 700個小時上完 就是修完不行 你要 就是100個小時 然後300個小時 300個小時 然後分三個學期這樣子 三個學期 所以你們這個系統啊 這研究所通常念兩年是不是 兩年 等於說你就第二個學期開始 可能有些人就第二個學期開始就開始做實習 對 對 但我是第三個學期才開始 我是 Summer才開始實習 對 然後Summer開始實習 Summer也算一個學期 也算一個學期就對了 就是一個 就是我把它算一個學期 所以我是Summer開始 Summer開始實習的 然後 呃 開始準備的時候 我是寒假就開始準備了 嗯 對 我第一個學期的 就是那個寒假就開始在準備一些東西 然後 大概三四月的時候 開始就是要聯絡 聯絡那個單位 然後 練習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所以三四月的時候 然後 開始 就是發生 然後 五月底開始實習 這樣子 嗯 五月底實習 然後 等於說差不多 這樣等於說 準備到 到開始正式實習 就是 早 那個實習的期間 大概是滿短的幾個月而已 是不是 一兩個月 還是說有些人是先找好 然後 下一個學期再開始 這樣子 也有這樣啊 就是看看你怎麼規劃這樣子 然後 看看單位的需求 有些單位就說 噢我們現在就是 比如說你是 我想像什麼 比如說你夏天reach out 但他們就說 噢他們是秋天才開始 嗯 那看你要不願不願意 就是接受這樣子的條件 噢 OK 懂 然後有些單位 他就是規定他們 就是收實習生的規定 就是他們 就是 一年就只收一次 然後就是 就是夏天的時候開始 然後他們就是 三月開始recruit 然後就是 夏天開始實習 然後就實習 一整年這樣子 然後他們中間 就不會再 不會再收實習生 噢 OK 那有沒有人就是 專挑暑假去實習的這樣 大部分很 我覺得系上滿多的學生 都是暑假開始實習 我們就是 比如就是 就是 就他可以用三個暑假這樣嗎 呃 就是完全是看你怎麼規劃 然後看 看你的實習 一旦會願不願意配合你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條件 這樣子 所以也是 嗯 但我們實習有規定就是 你在實習之前 你要修 要修 一定要修哪一些課 你才能實習 所以你不 通常大家不會第一個學期就開始實習 可能要第二第三個學期之後 才能開始實習 因為有些課是你必須要先修的 比如像基本諮商技巧啊 然後還有那個 嗯 就是心理 心理學概論 的東西 然後還有諮商的 諮商概論 嗯 你都要先修了之後 然後才能 就是進入我們的實習的地 喔那些是實習前必須完成 對 嗯 那你覺得 欸你現在是已經 開始工作還是還在實習 目前 我已經開始工作了 已經正式開始工作了 但我就是工作的地方 就是我實習的地方 嗯 所以我覺得就是實習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能是你之後 工作的地方 如果 everything works out 對啊 嗯 那你 欸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現在就是工作 反正就是你實習的這個單位 就是大概是 怎麼樣運作吧 就比如說你去 做實習啊 然後 喔好啊 呃 我現在就是工作的地方 然後就是之前實習的時候 它是一個 呃 Outpatient clinic 呃 就是一個 就是有點像私人的 諮商的診所這樣子 嗯 然後 它是一個醫院是不是 它不是一個醫院 它就是一個診所 診所 嗯 然後 然後有 加我的話總共有七個 諮商師在裡面 嗯 然後 其實我們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在 諮商個案 我們不太會 比較少會有就是 兩個人一起工作的 兩個人一起 就是工作的時間 就是大家都 通常都是各門各的 這樣子 然後我們 我們一個禮拜會有一次的那個 呃 team meeting 就是 staff meeting 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要一起 然後 就是可以討論個案啊 如果你有些什麼個案 對 你在諮商個案有什麼問題 可以拿出來跟 就是跟 就是一起討論這樣子 嗯 然後呃 我自己現在 也一個禮拜也會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跟我的 就是 supervisor 我的老闆 就是討論 我有哪些 就是在 諮商上面 就是 有問題 或是哪些個案 我覺得有點 不知道要怎麼樣 諮商怎麼 怎麼處理的時候 就是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小時 就是很好用 那一根 老闆 就是 就是每個每週一次就對了 對 然後他就有點像是 說什麼 advisor時間 supervision 對 嗯 嗯 對 然後 然後其實工作時間很很彈性 我像個案 個案沒有很多 所以就是 有個案的時候 再去 再進 整個就好了 其他時間就是 你可以自己運用 然後 就是我覺得這個工作 最大的好處就是 很彈性這樣子 嗯 就是 呃 你跟個案的時間 互相配合 然後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後其他之外的事 就是你 都 就是你可以自己 掌握你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有 可以支配你的時間 就是你的頒表 是根據你跟個案約的時間 對 然後你在進診所 對 對 所以沒有一個什麼 一個固定的 就朝九晚五的 呃 當然就一到五這樣嗎 六日 我現在禮拜一也沒有上班 因為我現在禮拜一 還在實施的時候 禮拜一有課嘛 所以我禮拜一就沒有進診所 然後現在就是 還是就是禮拜 就是希望禮拜一不用上班 這樣子 然後把個案都排在 就是這個就是好處 就是你可以自己 可以排嗎 對 你自己主導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什麼 什麼業績壓力 或者什麼的 也都還 也都還好這樣子 對啊 那你在 你在那個什麼 實習的時候 像現在你現在正式工作 你從實習的時候 都是 也是自己一個人 面對 那個就是個案 還是說 會有你的Advisor 跟你一起 都有 就是 呃 呃 一開始 最一開始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實習的時候 是 會先看 就是跟著Advisor 看Advisor怎麼樣 看 Supervisor怎麼樣 怎麼樣 就是諮商個案 嗯 然後就是到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覺得你可以 然後你自己也覺得 你有足夠的 confidence 去 一個人面對個案的時候 他們會就是 會讓你就可以開始接個案 哦 一開始他們也可能會問說 那你需要 就是比如說 你 你接這個個案 然後 他讓你conduct 這個session 然後可是他可以就是 在旁邊 聽你怎麼樣 看你自己 看你覺得怎麼樣 你比較 適合 你比較 prefer這樣子 所以 就是到 到最實習的後期 當然就是我們要 一對一的自己跟個案 嗯 至少這樣子 那你畢業後就是接下來有什麼規劃 畢業後的話 就留在目前這個原單位工作 對啊 就繼續 然後 因為我們 counseling的話 就是你畢業之後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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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執照 然後 要考就對了 就是 要 要考 要 怎麼講 你可以先申請 應該說 它是一個很 好難解釋喔 就是你 你畢業之後 你拿到你的Degree之後呢 你可以 你就申請一個執照 叫做 LPC IT Licensed Professional Counselor in Training 然後呢 你拿這個 這個 training 執照 然後你要 累積三千個小時的工作時數 三千 然後 通過一個 考試之後 你才能變成 就是 正式的 Licensed Professional Counselor 三千個小時 到底要多久 大概一年半到兩年 喔 OK 所以我現在就在 就是申請這個證照 然後累積了三千個小時的 等於說 你那個證照 大概你拿到的時候 你大概有工作經驗 大概有兩年了這樣子 一年半到兩年 對 然後 等於說 你要先累積到那個時數 然後才能去考這樣子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 你可以就先考沒有關係 不一定要什麼時候考 反正你就是 你就是一定要考過 大家拿到執照的時候 你就是一定要累積到那個時數 三千個小時 對 OK 有趣 那你覺得就是 像目前你已經到 開了工作啊 那你覺得 如果給你當初的自己啊 就是比如說來美國前 或是剛到這邊的話 的自己的話 你覺得會給他什麼建議 我覺得 比如說有些事情 你覺得 可能當初不用這麼擔心 或是說 有些事情當初 可能做了會比較好 這樣子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覺得很擔心實習這件事情 就覺得 或是會找不到實習 或是覺得 對 或者是就覺得 還是實習你覺得會很恐怖 就很害怕 就覺得天啊 我真的就是要開始諮商個案 然後真的是要進到 就是 真的就是諮商的世界裡面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很怕 自己的英文能力 不夠 不夠 不夠好 然後沒有辦法 做到這件事情 但其實就是真的 很多事情是 你真的做了之後 哪有才發現沒有 就是想像中那麼難 或者是 其實有時候就是 做了 做了 做了就 你就知道 就要先腦補掉 就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糟啊 嗯 對啊 然後 我覺得真的就是 要 很重要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麼吧 就是你要有一個目標 然後 下定決心的 就是 就go for it 對對對 就是好好往前 就是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這件事情 嗯 對啊 那假如說 給 台灣要來念 Counseling的學生 你覺得 什麼建議可以給他們 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要下定決心 你要確定就是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會把就是 在美國生活這件事情想得很美好 或是看得很美好 嗯 但其實就是很多東西 就是背後的心 就是大家沒有 就是看不到的 就是看不到的 究竟是來 Wisconsin這邊 就是氣候完全 就是跟台灣不一樣啊 對 然後文化上面 然後語言上面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你要 我覺得真的是要確定 這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嗯 然後你要可以 就是要可以 要耐操耐勞 這不是就台灣 就是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尤其如果你沒有家人 朋友在這邊 我覺得是一件很辛苦 忍受寂寞 要可以忍受寂寞 對我覺得 然後 對 就是要忍 然後也要可以 就是接受 就是挫折這件事情 關於這個忍受寂寞 你有什麼小建議嗎 忍受寂寞 還是什麼你都 你都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來排解 可能也許是想 想家 還是想台灣 這樣 如果你真的很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 the me time 喜歡做的事情 不要 有些人就真的喜歡 就是自己一個人相處 我有時候也會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 真的需要 有人可以講話 就是打電話啊 嗯 就是 比如說跟Teresa 或者是 就是你要知道誰 可以 如果你現在就是 馬上需要 有一個人可以講話 你要知道誰 你可以馬上打電話 然後他會回應 就是回你的那種 不要就是 喔就是 本來就要回不回那種 就是你要知道誰 可以給你 那種 immediate emotional support 然後就是打電話啊 對 我覺得打電話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不一樣 但我自己覺得 我就是需要 我是需要自己的時間 然後你需要 可以一直講話的時間 然後 所以 我覺得 就是 你要自己知道 你要很認識自己 你要知道你想要什麼 然後 你要 你喜歡什麼 然後 你需要的是什麼 這樣子 嗯 但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 對啊 就是很 你就需要很認識你自己 喔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其實在這裡 就是這三年來 的過程中 我也覺得 可能學諮商的關係吧 我覺得 我覺得 可能我就學這些東西的關係 會 審視自己 對 會更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嗯 嗯 這樣我覺得滿好的 這樣就像學以致用 對 因為我覺得好像 就是在台灣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個環境底下 我們就好像 不太不習慣說 不習慣說 不習慣 不習慣就拒絕 或者說 不好 就我不要 或者是我 其實你不想要 可是你不會直接說 你不想要 先不要 對先不要之類的 就是 就是我們會 不太不太能 就是好像直接的 就是 學會去拒絕 但就是 在這邊 我就學會就是 不要就是不要這樣 這其實也是你給個案一個 蠻長的建議對不對 就是你要 對你要有自己的 立場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 好像在講到自己 就是當你沒有 就是當你的立場不建立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 就是別人或者去跨 就是育人的那個劍 然後就是 take advantage of you 嗯 所以就我覺得 就在美國 在美國生活 這三年下來 就是其實 自我成長的地方 就是也不少啊 嗯 就是 就是 因為自己 因為自己的所學嘛 然後還有就是 一些實習的經驗 就是生活經驗下來 就是也是長大不少 這樣子 但我真的覺得還是就是 你要有一個很 你要有一個目標 你最少要有一個目標 不是說 我來這邊 我不知道要幹嘛 或是 嗯 就只是為了 我不知道我覺得 為出國 對 對 沒錯沒錯 嗯 就覺得好像在美國生活很好啊 很讚這樣子 嗯 但其實 但只是 就是一部分啊 嗯 大部分時間還是就是很苦啊 對啊 我覺得要有目標才能就是 就是 有點那種支持你 然後走過那些比較苦的事 對 因為你知道你要幹嘛 對 嗯 而且就算有時候就是真的你有目標 你遇到錯的時候 還是會覺得 天啊 還是不要錯 的那種事 還是會有那種時候吧 所以就是真的 嗯 就是有目標很重要的 它不會讓你是完全就是 跌到鼓地這樣 它就是至少 它就是你 你知道 但就是對 但我覺得就是有目標是一定很重要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 可能可以藉由你來那個什麼 嗯 就是認證這個理論 就是說我覺得說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把自己的事情跟別人講 就是找人諮商 是一個就是好像很害羞 還是別人會覺得 嗯 所以你不 好像你在示弱還是什麼不正常的狀況 但其實這樣是對於 就是跟別人找一個人談 然後就是 而且是你找個專業人談 我覺得是很健康的這件事情 哦說諮商這件事情嗎 對 對啊我覺得每個人心裡都會 都需要 我覺得都需要一個出口吧 嗯 然後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 自己看 看事情 就是會卡在自己的盲點 盲點 就是自己有時候 看事情就是從那個角度出發嘛 可是 就是諮商的話 諮商是可以 從另外一個角度潛入 可以就是 讓你看到 哦其實你這件事情 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然後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也許 就是你不會覺得這麼糟糕 嗯 對啊 所以你覺得 因為像你的個案都一直 倒垃圾給你 然後你覺得諮商是普遍 就是諮商是本人 普遍的他的諮商對象 是別的諮商師嗎 還是他的親 就是家人朋友 我覺得 你可以在說 就是說 因為諮商師就是要一直接收 可能負面能量 嗯 然後你自己可能也許 你要釋放那個 那些負面能量 那你覺得 你覺得普遍諮商師他的 他的 或者是你自己啦 就是你覺得 你自己要 紓解這些壓力 你可能是找另外一個諮商師 還是說你可能找你家人等等 哦 我覺得 對啊 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有看 我自己會找諮商師 嗯 然後 然後平常的時候 就是 你要自己有一個 紓壓的管道吧 嗯 就是你看 比如說 我就很喜歡出去 就像天氣好 我就喜歡出去走一走 嗯 然後就是 跟朋友聊天這些 就是你要找到一個 你可以 排檢 那些東西的管道 這樣 嗯 然後比較 然後 我覺得 這個還蠻重要的 對 嗯 好很好 今天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這個經驗談 好謝謝Albina 耶 耶 謝謝 之後可能可以 Albina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也許我們可以再錄一集 好 分享 這個 工作上的大小事 Be continued 對 拜拜 拜拜